当前阿富汗局势已发生重大变化 我们尊重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和选择 阿富汗战乱已经持续40多年 停止战争 实现和平 既是3000多万阿富汗人民的一日新生 也是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的共同期盼 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和平稳定和秩序 最大限度避免无谓的伤亡和产生大规模难民 助阿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权益不可侵犯 再阿外国公民的安全和利益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 阿富汗各方均有责任 保护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并为外国公民安全居留和有序撤离提供保障 主义先生 中方始终主张政治解决是阿富汗问题的唯一出路 当前阿富汗国家前景处在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中方注意到 昨天阿富汗塔利班方面表示 阿富汗战争业已结束 将协商建立开放包容的伊斯兰政府 并采取负责任行动 确保阿富汗公民和外国驻阿使团安全 中方期待这些表态得到落实 确保阿富汗局势实现平稳过渡 各类恐怖主义和犯罪行径得到遏制 让阿富汗人民远离战乱 重建美好家园 我们希望阿富汗塔利班 从阿各党派各民族团结起来 建立符合阿自身国情 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 为阿实现持久和平 奠定基础 过去二十多年里 伊斯兰国基地组织 东伊运等恐怖组织 在阿富汗境内聚集发展 对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安全 构成严重威胁 阿富汗绝不能再度成为恐怖分子天堂 这是阿富汗未来任何政治解决方案 必须坚守的底线 希望阿富汗塔利班 切实履行承诺 彻底切断 同一切恐怖组织的联系 各国应根据国际法 和安理会决议履行义务 合作打击一切恐怖主义 坚决防止 伊斯兰国基地组织 东伊运等恐怖组织 趁乱作大 当前阿富汗人道局势 十分严峻 人道援助和疫情防控 均面临巨大压力 国际社会应加大向阿富汗 和接收了大量 流离失所者的阿富汗邻国 提供人道援助 帮助缓解地区人道危机 有关各方应当确保 国际人道救援机构的工作 不受阻碍 国际社会还应继续帮助阿 及其邻国 尽快控制疫情 主义先生 阿富汗当前乱局 同外国部队的仓促撤出 有直接关系 有关国家应当切实兑现 支持阿富汗和平和解 重建的承诺 在阿富汗问题上 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尊重阿人主导权 和阿邻国有关努力的基础上 在政治安全发展 人道禁毒等领域 继续向阿提供建设性帮助 刚才不少成员在发言中提到 希望阿富汗邻国和地区国家 发挥更大的作用 据了解 一些阿邻国和地区国家 提出 参加今天会议的请求 很遗憾 他们的请求未被允许 长期以来 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 为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 发挥了重要作用 考虑到当前地面形势 已发生重大变化 我们希望秘书长 就保障联合团人员安全 做出妥善安排 也期待秘书长就未来联合国在阿的存在问题 尽快向安理会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